好,下一題 他說有一個車子接近巷孔踩煞車五秒鐘之後 然後再開始繼續往前走 怕有VT都長這樣 請問你,怎樣的迅速是對的或錯的 像A選項是不用算的 那理論上B、C株都是要算的 算出來多少 那這個答案應該,哇,多少咧? 28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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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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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到10秒鐘是一個水平線 VT圖的水平線就代表了叫做等速度運動 ST圖的水平線代表的是靜止 5到10秒鐘 一個方法就是用帶的用算的 一個方法就是用看的 就是數學的算面積 長乘以寬 5乘以4就是20 所以答案A是錯的 B是一組選項我們在後面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0到10秒的平均速度是5.5 是對的 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然後呢0到5秒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12秒的順序會多少怎麼辦 來我先問一個問題 0到10秒平均速度多少 我先不問你答案 我先問你做法 你要靠什麼做法 這個剛才問過了 要靠什麼做法你才會知道這個答案 女生越來越難抽了 10號有問過了 快來沒有女生了嗎 15號班上沒有 有 那就是15 那就是15號 你的答案是誰 ABC 要位移處理時間 你做 基本定義就是位移處理時間 叫做平均速度 問 題目沒有位移怎麼求 題目沒有位移怎麼求 下一位男 問題 問 題目沒有 沒有問題 子豪 ня 這個 點 另外,這個0到10秒鐘前面有個T型,後面有一個長方型 所以呢,0到10秒鐘的叫做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然後呢,5到10秒鐘等速度是5秒鐘手合4,所以是20 所以算出來是55公尺 這個是總共,從看到到煞車要走55公尺 不是煞車,要走到55公尺 那平均是處理時間,所以答案是每秒5.5,這是對的 他問我0到15秒的平均加速度多少 這有一些見招怪招可以用,我們用最平時的方法 0到T,0到V,計時開始有嗎?計時結束有嗎?有計時開始的速度嗎?有計時結後的速度嗎?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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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多少?10 5秒速度多少?4 上面是4-10 下面是5-0 所以5分之-6 所以答案叫做 1.2 12秒的順時多少? 12秒的順時多少? 我們計算 除非你是代公式做的 基本上你沒有所謂的 順時 你頂多只能算平均 我們講過如果我是順時加速度 那麼順時跟平均其實是 一樣 所以 改成ST圖算的情況也差不多 如果我是一樣的 大家都一樣 如果我會變算就會不一樣 12秒的順時多少 你可以用方法推論 可以用推論的方法做 或者是看圖形 看圖形有 各式各樣的方式 好來 小偉可愛大帥哥 32 32 32 考一下自己 手下自己 手下自己 8 36 8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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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要相信多少 多少 8 8 請坐 怎麼辦 10到13秒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隨便算出來的加速度就跟大家都會怎樣 一樣 平均會等於順時 所以我找2點 我找10到13秒 10秒速度4 13秒速度10 這樣算出來的一個平均加速度 就等於你那個10秒鐘的 不曉得的一樣做 所以算出來就要做 8 8 還有一些別的招數可以用 就是數學可以用比的 不過數學要比的是要注意 T 數學要比較注意 你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12秒 這邊會有個12秒 可是T型跟T型有沒有相似 沒有 所以你要割開 只能夠用一個小三角形跟一個 大三角形相似 那你就一樣可以算出來 一樣可以算出來 OK 這個間隔是2秒 這個間隔是3秒 這個高度相差的是6 所以這個高度相差多少 相差的叫做4 所以4加4變成8 一樣可以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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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這樣 OK嗎? 好嗎? 好嗎